若一个人惦记你,会忍不住经常联系你,在你需要时机时出现,若一个人关心你,会主动为你做许多事,但你伤心时不离左右,心里抓着你,会默默的对你付出,不计较回报与否,只想掏出真心给你看,情报了浓石,会做一些傻气的事,他不会考虑太多,只要你能开心就可以,这个社会,人情良薄, 谁没有自己的泪,谁没有内心的苦,人多半在意自己的感受,很少会顾及他人的心情,为忧真的惦记你,才会真心示意守护你,他会宣传寡度关心你,当你的信息湿沉大海,当你的关心得到敷衍,当你的热情遭到冷遇,当你的真情换来假意,不是他生活太忙碌,而是不把你放心里,不珍惜,所以魂不在意, 不点击,所以可有可无,找一个点击你的人,他不在乎你身份背景,只在乎你会不会开心,他不在意你钱多钱少,只担心你会不会累倒,他不介意你付出多少,只关心你活得好不好总是打扰你,只因放不下,次次联系你,只因太牵挂, 那些身边讨好你的人,分不清是利用智算器,不要把谁都放心里,一个时时惦记你的人,才是真心实意对你好,你千万要记得珍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